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半导体落后西方高达五代 单打独斗很困难 设恒大财务造假 传普华永道遭停业半年处罚 中国A股退市企业数量创始上最高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报道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一条突发消息 传中航行长刘金投案自首 香港卫视今天下午在官方微博报道 中国银行行长职位发生变动 刘金不再担任行长 据传已经落马 且是本人自首 不过 香港卫视官方微博晚上已经删除这一报道 此消息也尚未看到中国官方的正式通报 据经理人杂志8月22日报道 今年57岁的刘金已任中国银行行长三年多 近日缺席了中国银行董事会会议 8月19日晚间 中国银行发布公告称 公司于当日在北京以现场表决方式 举行2024年第七次董事会会议 公告显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葛海交主持 会议应出席董事14名 亲自出席董事13名 副董事长 执行董事由今因其他安排未出席会议 此次董事会会议 由今并未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并表决 8月19日的该行董事会会议 由于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刘金的缺席 导致本应14名董事的投票 总票数只有13票 中国网民表示 缺席一次会议不是很正常吗 为什么要单独发个新闻 媒体一定知道什么消息 又不太好说 媒体虽然不明说 但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 落马了呗 被抓了 投案自首了 此前中国银行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 2023年3月9日 中国银行举行董事会会议 时任董事长刘连格和董事王伟 为出席会议 公告中也没有说明具体原因 也未委托其他董事出席并表决 当时的情况是 时任董事长刘连格已经被免去党委书记 3月31日被中共官宣落马 而时任董事王伟 也是于3月21日因年龄原因辞任 据新浪财经银行频道报道 近期中国银行发生了较为频繁的人事变动 除了中航高层核心管理人员的变动外 其海外业务和部分地方银行管理人员 及此公司的管理层也在调整 公开资料显示 由今早年在中国工商银行任职 2019年11月 由今由国开行副行长调任 光大银行党委副书记 2020年1月起任行长 执行董事 并任光大集团党委委员和执行董事 由今2021年2月25日起任 中国银行党委副书记 副董事长 行长等职 曾与刘金搭档的中国银行董事长刘连葛 已于2023年3月31日落马 除刘连葛外 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前副行长陈峰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前行长王建宏 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前副行长高宗盛等 先后被查 我们接着来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官媒掩盖习近平头发下的秘密 岳方照片泄迪 油盐有多张狂 对习的厌恶就有多深 据央广报道 习近平19日会见越共总书记苏林的公开行程出人意料 央视在第一时间非常反常的以一镜到底的长镜头画面处理这则新闻 距离远的足以让习近平完全消失在画面里 不仅央视如此 新华社在第一时间的新闻快报中也完全没有放上习苏会面的任何照片 只以文字处理了快讯 相较越南通讯社以完整图文发布相关新闻 以及国外通讯社相关照片以四处流传的状况 都让外界不禁质疑是否连官媒都要造反了 对此 长期观察中共政治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 雀胡平认为 外界的质疑其实其来有字 官媒处理的方式确实有些反常 但他也观察到 除了第一时间的新闻处理 习近平被消失外 之后的相关讯息 央视及新华社仍做了大幅的报道 和许多正面特写镜头 他认为 这足以证明大家所看到的习近平 应该不是替身 但事情显然并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胡平就透过越南通讯社发布的照片 发现习近平诱饵后 发际线似乎出现蹊跷 头发少了一块 推论习可能身体出了什么状况 进行了手术 他说 那细心的注意到他诱饵后边 那个发际线显得比较不一样 一般人的诱饵的后面的发际线 它是一个曲线一直下来 然后再横过去 可是他那个发际线 他刚刚还朝下曲的一段 短短一段 马上就横折过去 然后又垂直下来 给人感觉那一片头皮 少了一块头发 或者是那一片头发 大概是专门剃过的 或者刮过的 给人这么一种想象 如果是那个照片 因为他的角度不一样 他是照到了习近平的右侧 而且他那个镜头像素很好 可以放得很大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给人感觉 那当然就是你想 他是不是在那里做了什么手术 否则为什么右耳发际线 会出现那么一种奇怪的形状呢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官媒第一时间让习失销 企图掩盖习头发下的秘密 至于央视或新华网 为何不愿而同 让习近平第一时间在媒体前消失了 胡平认为 可能就是怕眼尖的民众 发现这个头发下的秘密 他说你连接到越南新闻这个照片 你就觉得央视那么处理就很合理了 他就避免出现镜头 让人能够看出他右耳侧的那些问题了 所以干脆就是把镜头拉得长长的 拉得远远的 他当然就是有后面这个照片 那就可以推测出 前些天最初央视的处理 就是为了避免出现 让人家看到这个情况了 就可以变得很好理解了 但究竟开了什么刀 身体出了什么状况 胡平说 中共领导人的身体健康状况 一向都是保密 外界根本不得而知 只能从有限的资料中进行推敲 官媒造反再升级 以邓小平推动废除职务终身制 反讽习近平 然而 除了习近平被官媒消失的质疑外 另一个让习近平感到尴尬的还有 为了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年 中共党媒不断吹捧邓小平 人民日报等党媒 最近就刊出标题为 邓小平如何坚持问题导向 推进改革开放的文章 大谈推动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 让外界不禁怀疑 这分明就是剑指 废除国家主席 及副主席任期制的习近平 根本是拿着红旗反红旗 拿邓小平压制习近平 但胡平解释 纪念诞辰每逢五或十都是大事 因此 如果真的要扩大纪念邓小平120周年 有关邓推动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的改革仪式 是完全绕不过去的 因为这绝对是邓小平重要的功绩 不提反而说不过去 尽管如此 他认为 很明显的 这是对习近平难免有些尴尬 因为习修宪废除最高领导人任期制的做法 确实是对邓小平的这项改革完全开了倒车 而这些文章的出现 多少也更强化了许多人对习近平的不满 他说 而且我们也知道 对习近平修宪这件事 习近平完全是霸王硬上功硬来的 其实可以想象 不要说在民间 在知识界 包括在党内 恐怕很多人对这一条都是很不满意的 所以你可以想他这篇文章提到了这件事 那显然 他至少是会重新唤起 或者强化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对习近平的不满 这个客观效果 我想应该说是我们可以断定的 胡平说 持平而论 外界许多留言都欠缺明确的证据 但却也凸显了 民众想借此喧泄对习近平的不满 甚至可以感受外界的留言有多张狂 就说明了民众对习近平的厌恶有多深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官媒开美言 为习近平美白 网友潮连皮肤都光滑了 据世界新闻网报道 年于七旬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近期神隐三周 屡被传出健康问题 他近日会见越共总书记苏林 频频出席公开活动 以此象征回归 从习近平与苏林进场画面观察 习的步伐与过往相比并无异状 他在外媒影像中脸色略为暗沉 但在中国官媒的镜头下色调却不同 有网友对比后表示 习似乎被开美颜一般 气色红润 皮肤光滑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习近平自七月底深引后 19日终于现身 会面越共总书记苏林 并接受越方最高规格的欢迎仪式 不过 央视直播和新华社发布的首轮影像时 随大批传媒在场 竟连一个习近平进境特写都没有 只有单机的远镜 远距离遥望两位元首的不姿 习苏会的照片 由越南媒体率先发布 随后外国通讯社陆续发出 相较之下 中国官媒处理的相当谨慎 19日下午一时后 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的社交媒体X 中共官媒陆续采放 习近平经休集的进境影像 翻查中国媒体 越南媒体和外国通讯社的相片和影片 可见中方的迟来的修图功力 比较中 外媒体发布的照片 在越南媒体和通讯社的直出影像中 习近平显得面色渐黑和憔悴 亦有不少侧面特写出习显眼的双下巴 但中国媒体的影像经大幅调光和润色后 习近平变得面色红润 有光泽 而特写的镜头大部只有正面 侧面只能远望 报道指出 习近平二十日会见奥运中国全体代表团 斐济总理拉布卡及出席全国人大 加入各国议会联盟40周年纪念活动 即第六次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 官媒处理的手法大逆转 不但拍摄多条影片 更还有剪辑多段习近平现场一扬顿挫讲话 细看有关视频和图片 不但近距离特写习近平的精神异议神态 影像异一四调更光亮一点 令习近平脸容更白滑 就像网红经常用美图秀秀一般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民众悲观爆发警讯 社会火山动摇中共合法性 据自由时报报道 中国经济持续低迷 失业人口增加 社会普遍弥漫悲观情绪 美国和中国学者在2023年 对中国民间进行的大型系列调查发现 中国民众对国家主席习近平 主导经济发展的信心正在减弱 而且开始将自己面临的困难 归宿于政治体制 尽管中国的社会火山尚未爆发 但其震战已向中共领导阶层发出警讯 《华尔街日报》21日 在题为《中国社会火山正在震战》 习近平的愿景面临考验的报道中指出 史丹佛大学经济学家罗斯高 和哈佛大学社会学家怀莫廷等人 二三年向中国各地数万名受访者进行调查 得出前数重要发现 此系列调查曾在2004年 2009年和2014年进行 当时的中国受访者普遍认为 自己在生活中无法取得成就 是因为自己不够勤奋或能力不足 对未来抱持持续乐观态度 数十年来 正是因为这种乐观情绪和明天会更好的信念 共同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然而中国人现在越来越将自己经济状况上的不如意 归咎于从根本上就不公平的体制 中共领导合法性开始动摇 2023年的受访者认为 社会秩序中一些与优秀品质无关的因素 是决定一个人贫富的相对更重要因素 这些受访者认为 人脉太过重要 及不能提供均等机会的不公平体制 是他们无法取得个人成就的主要原因 许多人认为 除非中国体制本身发生变化 否则无论他们多么努力 都对提升自身地位没有帮助 调查还发现 许多中国民众已意识到 不能指望共产党带来繁荣 他们已经开始将自己面临的困境 归咎于政治体制本身 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的社会火山虽不到喷发迹象 但也表明 中共领导层的合法性已开始动摇 换言之 中共与中国民众长期以来的社会契约 正在瓦解当中 报道指出 对数十年来最强势的中共领袖习近平来说 中国民众是一种消极抵抗的形式 对共同富裕之类 只在让中国回归社会主义根本的政策产生质疑 包括民营企业抑制投资 消费者减少开支 再加上永不停息的政治清洗 也让各级政府官员 对落实政策缺乏热情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中国毕业及失业 催生辛困苦阶级烂尾娃 据自由财经报道 中国不断上升的失业率 使得国内数百万大学毕业生未来暗淡无光 一些人被迫接受低薪工作 甚至靠父母的养老金维持生计 这种困境催生了新的工人阶级的烂尾娃 据路透报道 烂尾娃成为中国今年社群流行鱼 概念与自2021年以来 持续困扰中国经济的烂尾楼相似 根据中国网友解释 所谓的烂尾娃是指孩子们读书十几年后 毕业及失业 一无所知 一事无成 最宝贵的青春时光 都花在最无意义的考试中 人生就此开始烂尾 中国青年失业率在去年4月首度突破20% 6月更标志21.3%新高后 中国官方直接盖牌 不再发表青年失业率 尽管中国官方盖牌 但青年失业率依旧困扰中共政府 习近平多次强调 青年就业市政府首要工作 不过烂尾娃发现 他们的学历 无法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为他们找到工作 所有曾经由大学学位所承诺的 一切都变得暗淡模糊 部分失业的年轻人 回到家乡当全职子女 靠父母的退休金和积蓄过活 或被迫接受低薪工作 甚至铤而走险 从事犯罪行为 而未来情况恐更严重 中国教育部期刊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指出 高等教育学生的供给 将在2024年至2037年间超过需求 且低生育率更急剧缩小了供需差距 该期刊请告 2034年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 将来到约1800万人的高点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中国半导体落后西方高达五代 单打独斗很困难 据自由财经报道 美国智库资讯科技 与创新基金会报告显示 中国的晶片设计和制造能力 明显落后美国及其盟国 先进半导体设备的制造能力 更是落后五代 ITIF报告作者史蒂芬 埃泽尔指出 在设计逻辑晶片方面 中国公司落后全球领先者约两年 而在记忆体晶片方面 则落后几年 此外 例如制造晶片的曝光机 是中国严重落后的另一个领域 该报告引述一位 不愿透露姓名的评论员的话说 他认为中国在这一领域可能落后五代 此外 报告称 中国在智慧财产权和创新方面 取得显著进步 专利申请量超过美国和日本 中国根据专利合作条约 提交大量与晶片相关的国际专利申请 中国半导体产业 在2020年获得3400多项批准专利 而10年前仅为122项 不过 报告则指出 专利申请增加 许多并不代表是重大创新 中国企业似乎在价格上的竞争 比在创新上的竞争更多 半导体产业协会估算 2022年 中国研发得分为美国的40% 也显著低于欧洲 台湾 韩国和日本 ITIF报告评估 中国晶片产业的创新能力尤其困难 部分原因是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中国减少向世界披露的资讯 特别是在工业和技术能力方面 对于中国希望实现半导体自给自足 设定到2025年实现70%半导体自给自足的目标 ITIF预计 中国需要额外一兆美元的投资 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ITIF也警告 在当前如此极其复杂的科技生态系统中 单打独斗战略对中国来说将是非常困难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设恒大财务造假 传浦华永道遭停业半年处罚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浦华永道中国告诉客户 作为对其审计倒闭房地产开发商恒大的惩罚措施之一 浦华永道预计 中国当局将对其实施为期六个月的业务禁令 禁令最早将于9月开始执行 在对浦华永道采取行动前 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在3月份称 恒大在2021年债务违约前的两年里 虚增了近800亿美元的中国收入 浦华永道的中国部门则给出了清白的账目 报道指浦华永道被禁止开展业务 并可能被处以巨额罚款 这将是中国监管机构 有史以来对斯达会计时事务所采取的最严厉行动 正值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审计机构 在金融丑闻中所扮演角色的审查 这次是在受危机影响的房地产行业 该行业曾为中国贡献了约四分之一的GDP 尽管浦华永道中天及浦华永道中国的生存 并未受到威胁 但这一处罚可能会造成极大的破坏 根据政府数据 浦华永道中国是2022年中国收入最高的会计师事务所 收入达79亿人民币 多名客户告诉英国《金融时报》 这一禁令将阻止浦华永道中国签署财报 和首次公开募股 以及开展其他受监管的活动 浦华永道已向客户保证 在禁令解除期间 浦华永道的员工将继续工作 并在明年3月禁令解除后 能够对客户2024年年报的审计意见进行认证 这一全国范围的禁令将使竞争对手德勤 去年因在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审计工作中 存在严重审计缺陷而受到的处罚 黯然失策 德勤支付了3100万美元的罚款 其在北京的业务被暂停三个月 许多大陆上市公司客户 被禁止在三年内与被当局制裁过的审计机构合作 浦华永道中国 今年从中国上市客户那里获得的会计收入 至少损失了三分之二 因为这些客户纷纷转投其他公司 这暴露了恒大审计失败所造成的巨大影响 浦华永道的一些国有客户正基于发布年中业绩 以尽量减少附带损害 中国银行正使用浦华永道发布中期报告 但已改用安永进行年度审计 该行已将业绩发布日期提前一天至8月29日 中国银行的一位人士称 财政部官员曾告诉他们对浦华永道的处罚公告 预计将于8月底公布 中国银行没有立即回复置评请求 在浦华永道中国的收入中 中国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客户只占少数 据两位客户公司的人士透露 浦华永道正积极向包括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 和腾讯在内的最大国际上市客户保证 浦华永道可以完成他们2024年的审计工作 以尽可能多地保留业务 浦华永道还鼓励一些客户签署 2025年的未来服务合同 一位听取了浦华永道合伙人简报的香港客户说 浦华永道承诺完成年报 所以我们选择相信他们 如果处罚结果与他们表示的不同 我们可能会重新考虑 但我们不想在他们倒下时踹他们一脚 客户的流失和迫在媒介的处罚 促使浦华永道中国各分支机构加速裁员 以削减成本 浦华永道中国表示 对于正在进行的监管事宜 不宜发表评论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中国A股退市企业数量创始上最高 据彭博社报道指 A股退市潮持续 今年退市公司数目料将再创新高 彭博社数据显示 今年截至8月21日 A股已有40间公司摘牌 此外还有9间公司收到交易所 拟终止股票上市的事先告知书 等待最后摘牌的通知 这意味着 今年A股退市的公司可能逼近50间 是将超过去年45间的历史最高 报道指 过去10年间 在中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数量激增 仅2021年就有多达503家公司进行IPO 而7年前这一数字仅为46家 这一变化主要得益于 旨在鼓励更多企业上市的IPO注册制的引入 该规则简化了上市流程 与此同时 监管机构也加强措施 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 其中包括2021年公布的一系列修订 旨在缩短退市流程 并加强上市公司必须遵守的财务和交易标准 今年4月 监管机构在2021年规则的基础上 已入新条件 扩大了公司被强制退市的理由的范围 包括股东挪用资金等情况 新规降低了对财务欺诈的容忍度 并提高了对某些公司的市值要求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